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or 養心分享 今天繼續回答我們向宇宙下訂單的問題 未開始之前,今天就開心了 今天是開心星期一,是不是? 既然這麼開心的話,先跟大家說一些開心的東西 今天錄影時是星期日晚 然後我計算過的數字 原來上個月我收到的被動收入加上意外之財是接近3萬5元的 有些還未收到 然後今天又另外收了6000元的被動收入 很開心捐了600元到我們自己的基金那裡 然後就去Shopping 買了三件Boy London的衣服 然後就...anyway 稍微一點家事宣佈 我們就1月17號的星期日下午3至6點 就會向宇宙...sorry sorry 就是這個金錢冥想班的 金錢冥想工作坊的第38班 我會帶一個新的Money Meditation 就叫Shopping Meditation 因為Shopping是很有power的一件事 人類 人類都是喜歡買東西 不只是女人喜歡買東西 男人喜歡買東西 這樣OK 還有這個Meditation做完之後 那個反應是很厲害 很多人馬上有很多很快的反應 意外之財 另外就是袁神功 今晚出街了 袁神功的訪問 精彩到沒有朋友 OK 那... 我都聽過很多V1的訪問 但是鄭桂蓮老師說 他的經驗又真是... 哇... 真是非常之精彩 如果你直接做了袁神功的話 你已經光顧了的話 你再聽就更加精彩 那... 所以快點進會吧 因為Part 2 Part 3 你真的要是會員才聽到的 那...然後呢... 那... 我就幫... 阿鄭桂蓮老師 開了個袁神功的粉絲煲群組 那... 如果你已經跟他做了reading 已經做了一對一的諮詢的話 那你就可以Whatsapp Apple 就6998-3791 6998-3791 然後就告訴他 你想進入群組 那... 那個群組不會很多東西發放的 那...然後... 大概人數穩定之後呢 那... 我就會拉著老師進來的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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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不要錯過了 那... 然後呢 1月30日呢 我們有個新的活動 1月30日 就是星期六的下午呢 3點到4點呢 就會有個奇門遁甲 就說 高師傅呢 就會教大家 2021年的這個... 即是... 新年呢 就怎樣擺這個桃花鎮 和這個吹彩鎮的 那... 那... 為什麼今天穿了紅色呢 其實這件衣服呢 很厲害的 有收拾東西的 因為今天呢 就做了訪問 OK 那麼... 高師傅呢 就... 他那一集訪問呢 就會1月18日出街的 1月18日出街 就是會講 每一個生... 每一個生肖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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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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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部份 高師傅會教大家怎樣去擺 家裏和公司的趨財陣 我家裏每年都會找高師傅看風水 然後會志社會說 我們會擺這個趨財陣 你不要怪我八卦 就算我以前是信教的時候 我都很信風水 不過那個年代 不敢明目張膽去找人看風水 現在就直接加入了新心靈行業 就連年我都看風水 什麼都好 求個心安也好 起碼自己不要衝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找Apple 69983791 如果你是會員的話 相處正式會員就99元 正式會員 一日體驗的不算數 然後如果你不是會員的話 就199元 Apple會教你怎樣過數 過數之後我們會把你放在群組上 到時就給你連結了 一人一個付款 好 就是這樣 說完了嗎 說完了 要宣告的東西 然後呢 記得了 今天星期一晚 完神功了 記得看了 然後 今個月一月份 入會優惠 就是向月子下訂單的 你可以用99元的 超chipchip的價錢 就可以換到我們 489元 這個 線上的 工作坊 可以看到的 就是3-4個小時的 還有那個是 很詳盡的 說得OK 現在我就跳說給你聽 因為 其實 真的要講幾個小時 OK 如果我每一集 跟你講一點的話 其實都要講 幾個星期 這樣 好 講完 還有我們還會送來 Vincent Pan的 那三集初版的 訪問給你 就講一下這個 創造者法則 還有這個什麼法則 我忘記了 有三個法則 非常地好看的 還有成為會員 就有很多優惠 例如可以 離一下我們現場 還有什麼都會 便宜一半 便宜一折 便宜一折 OK好 那繼續 我們這個向月子下訂單 好了 問題 他說我和我老公 兩個一起下訂單 會不會快一點 成真的呢 是會的 為什麼呢 就算聖經也是這樣說的 耶穌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兩個人 一起用我的名字 去祈禱的話 是一定會成真的 當然啦 耶穌這樣說 但是 會不會 都會有限制 當然是有限制 難道我兩個人 一起祈禱 我希望我變成 第二天變一隻貓 變一隻烏龜 變一隻男人 就立即變成了 不會的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都會有限制 但是耶穌也說過這件事 就是如果兩個人 一起 二口同聲 用他的名字 去祈禱的話 是會成真的 所以兩公婆 兩公婆一起下的 兩公婆 兩公婆一起下的訂單的話 都是會成真的 事實上 如果你是一個雙方 我不知道你是男男 男女 女女 總之是一個雙方 你應該有三個訂單 特別 一起生活的 對 一起生活 而一個就是你自己的訂單 譬如說 我腿有點痛的 我老公沒有的 我就會想要 遇到一個好的醫生 一次過醫治 很低廉的價錢 不要被人斬到頸血 或者是一個很適合的方向 讓我知道真正的問題 在哪裡 OK 然後我老公沒有這個問題 可能假設我老公 想戒煙 或者是老公很想 拿到一個大計牌 即是開船 拿到大計牌 這不關我的事 是不是 可能我都會想他拿到 但這主要是他的訂單 是不是 好了 而共同訂單是什麼呢 他有他的訂單 我有我的訂單 共同訂單 就會是一些 一起的事務 譬如說 家裏的老人家 怎樣處理 去哪一家老人院 或者是 去哪個兄弟姐妹家居住 然後 跟著就是 這間屋 需要維修保養 或者需要搬大一點 或者可以 子女來一籌 可以搬小一點 可以搬哪一區 這就是一個 大家一起下的訂單 或者是 還有什麼呢 或者是 子女要去外國讀書 去哪裡好呢 我們的經濟狀況 可以去到什麼呢 可能只可以供他去台灣 但是兒子就想去澳洲 那你又要再從場計議 那個訂單就是這樣用的 然後如果你兩夫妻 就沒有跟其他人住的 譬如說沒有生子女 有沒有跟老人家住 然後小朋友來一炒 那你那個訂單 就可以放在門口 蓮正在門口 或者你門口附近的 圓關的地方 每一次出門口 和回家 你都會看到 那個訂單 OK 但是如果你跟其他人住的話 又不是很方便 解釋一下大餐 的話 那你就可以放在你自己的房間 梳妝桌那裏 那裏 看著那張下的訂單 OK 那它會成真得快很多 而且如果你兩夫妻 下的訂單的話 假設你是求財的話 OK 你求的財 你應該要很清楚 你記得有一集 我不是說 如果下訂單 想求一份工 你都要寫三十幾樣東西 是不是 你可能會說 Esther哪有三十幾樣東西 說呢 實質上是有的 而且不止的 如果你想一下 你在工作方面 有什麼令到你不開心 有什麼可以令到你開心的話 你寫一百幾樣東西 有啦 是吧 可能我女次是怎樣怎樣 男次是怎樣怎樣 你對每一個同事都可能有些意見 有些judgment 其實你可以很多東西寫 當然我們盡量寫在正面的地方 例如 工作的場合 可能對你來說 你需要很寧靜 或者對於我來說 我需要好好玩 或者是那些同事是 很沒機心的 大家玩一堆 很有果效 做事很productive 諸如此類 你自己去下這個訂單 好 OK 這樣 還有什麼要補充呢 兩夫妻下的訂單 還有當然 你久不久可以修改 還有你可以設定一個時間 但是時間如果過了的話 你也可以再reset 因為有時候 說就說我們設定一個時間 但是你沒理由說 我兩夫妻想中一個六合彩 然後你定30年後 那你沒什麼意思啦 不是我30年後80多 那可能就是 Let's say 我聽過很有果效的訂單是什麼呢 我曾經認識過一個 非常地成功的男人 他是一個導師來的 一個老外的導師 我個人來的 然後他跟我說 他的訂單是什麼呢 就是他要兩年之內 兩年之內 就是成家立室啦 還有就是自己成為老闆的 而那時候他打工的 他還有幾樣東西 但是他講給我聽的就是這兩樣 結果他真的兩年之內 就結婚啦 然後跟著呢 就自己做了老闆的 由一家以前打工的 就變成了自己做老闆 當然錢賺很多很多 後來就直接賣了盤 事情就是這樣啦 所以你可以設定一個年期 譬如說 譬如我想找回一個盤 現在是年頭啦 2021年年頭 那可能就是 我想在2021年的這個 聖誕12月31號之前 就有一個 創造到一個很美滿的關係 話說回來 其實這個東西 我都declare了很多年 那可能要改改就是什麼呢 就是 有一些訂單是很快可以成真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下一個訂單 問個宇宙或者問你的神 到底什麼東西 阻礙了我去創造一段親密關係呢 因為我彰顯東西很快的 我manifest也很快的 但是唯獨是關係 當然裡面有很多的 對於感情的負面的演繹 或者對男人 或者對婚姻有一個負面的演繹 而這個負面的演繹 是大過正面的演繹很多的時候 就創造極也創造不了 事實上如果你問我想不想的話 我現在反而 今時今日我就會知道 其實 真的是一半一半而已 就是49、51 有日可以 沒有日可以 所以你很難成真的 就像我這樣的態度 你一定要 真的想要 好想要 沒有不行 那你用這個心情去創造 然後用盡你 施盡你 混身解數 你就可以創造到 當然不是一樣東西都是這樣的 有些東西容易一些 譬如我創造金錢是特別順風順水 我創造事業是特別順風順水 我的健康是特別順風順水 就是我會知道 譬如我的金錢事業 是我最容易創造到我想要的境況 然後現在開始就健康了 因為年紀大了一點 然後以前的保養又不是很好 但是 我只要稍微用力 稍微用多點心機的話 身體又會上回正軌 但是唯獨是可能是關係這方面 或者是 社交我是很麻煩的 然後接著就是 親密關係 就更加麻煩 就是我不斷想想是不會有的 所以可能 另一方去想 就要跟下一個訂單 就是 神啊神 耶穌耶穌 其實我問了 我已經說了 不過這個不告訴你 為什麼 耶穌耶穌到底有什麼 阻礙了我創造了一段 甜蜜 很有意義的親密關係呢 那我的答案非常有趣 不過我不會告訴你 哈哈哈 然後 答到哪裡呢 問到哪裡呢 還在說兩功課下訂單 然後就是 譬如說我想去 當然你下訂單 你會去問一些 你不知道的 譬如說 為什麼 男朋友會和我分手呢 或者女朋友和我分手 或者為什麼我們這段關係 硬是不可以向前跨多步呢 有什麼東西是我要負責任的 首先你知道的就是 如果你下訂單的話 請你由一個負責任的角度 就是在你心裡發生的事情 你是100%需要負責任的 100%是關你的事 你就不可以說 為什麼誰那麼衰 或者為什麼老闆不勝利 你的問題問錯了 你應該問就是 到底我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得更好 我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得更加優勝 以至到老闆會認識我呢 而不是每年都會認識別人呢 可以下一次就是認識我呢 那你的答案就會打開到新的門 如果你問你的下訂單就是 為什麼老闆經常不認識我呢 那你得到的答案就是沒有 因為你懶了 因為你人緣不好 因為你做事 水準不夠啦 因為你遲到早退啦 因為你的顏值很低啦 這些答案是沒有用的嘛 是不是 明白嗎 所以譬如說 我想我兒子考第一 OK 我曾經有個女士跟我說 我怎麼可以用吸力法則或者下訂單 令到兒子可以入到喇沙拔水呢 那只是這條問題也很有問題啦 為什麼你想兒子進去喇沙拔水呢 當然是你做媽媽的虛榮感啦 或者跟老公交代啦 跟老爺奶奶交代啦 因為女人結婚之後 什麼都不做 在家裡就照顧他兒子 那兒子就是你的全職的事業啦 那你兒子健不健康呢 有沒有禮貌呢 懂不懂得叫人呢 讀書漂亮不厲害呢 穿衣服漂亮不漂亮呢 特別如果老爺奶奶是有錢的話 你的壓力越大 所以當然這個媽媽就會想兒子 去喇沙拔水啦 因為全香港最有名的那兩家 其實不是的 我們青山公路去到尾 有間很超級的國際大學的 國際學校的 是你需要給幾百萬給他買 你的基金那些你才可以進去的 這些學校就 出名得來 沒有什麼人進去的 喇沙拔水你都可以 就算你是窮等人家 或者是中產中下 甚至乎是草根階層 你讀書厲害的話 你都可以考得進去的 但是那些學校就不是了 你真的要有身家才可以進去的 所以 問題本身已經問錯了 OK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因為如果你下個訂單 就是我怎樣可以 除非就是什麼呢 你的兒子真的很聰明 本身都已經不是喇沙就拔水 再不是就是 已經是最高的學校都會收 但是你零零射射射射 想兒子去入喇沙或者拔水的話 那就另一回事了 如果你的兒子不夠成績 你又想去入的話 其實都是要問問自己 就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但是如果一般來說 譬如說有些學校很好的 譬如說我真的很想兒子或者女兒 進到某間某間的學校 譬如說我聽過 現在我不知道 這個鑽石山 鑽石山的這個音樂學校 很好啊 我去過他們的那些 家長答問會 非常好的學校來的 譬如說我很想兒子在那裡 然後就怎麼可以下個訂單 或者下個訂單 我怎麼可以進去呢 這些是可以下的訂單 OK 這樣 OK 我想我都答得很清楚 OK好 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我們的 如果你喜歡這節目的話 就按讚我們 訂閱 按鐘仔 看廣告一分鐘 分享你的意見 分享連結給你的朋友 和快點成為相聚的正式會員 成為相聚正式會員 有很多好處的 第一就是 我們有很多好優質的節目在那裡 很多好的訪問 還有很多正的訪問 其實是在Part3那裡的 OK 然後呢 我們的網站 是有整個讀書會擺在那裡的 整個讀書會 OK 這樣 還有什麼呢 嗯 我很疼我的會員 你都知道的 對於我來說 是會員和不是會員 就差很遠的 OK 這樣 好 說實話 真的要多謝大家 因為呢 我想很多人 真的有 是 成為相聚會員 就是我們裡面的節目 全部是 清淨版本 是什麼廣告都沒有的 這樣 因為如果你看我們這節目的話 通常有很多廣告 明白的 OK 所以也要多謝大家 因為上個月 我們收到 YouTube的廣告費 竟然多了三倍多的 之前那個月只有千多元 還有一千一二 上個月竟然收到三千多元 那就算是這樣的 因為以前相聚 S心裡分享 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日都有的 然後變成一二三四五 現在變成一三五 竟然都有三千多元 OK 真是讓我想像不到 但是當然啦 我也想你可以看到一個 沒有廣告的版本 那你幫助YouTube 就每個月五十八元 或者幫助我們是六九九 那你可以看完我們所有的節目 都是沒有廣告 就是沒有廣告的成分 還有看了Part1、Part2、Part3 OK 好 祝大家有一個非常之有意義 非常之有創造力的星期 OK 拜拜